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姑娘 功夫不错嘛 长得也不错 好个轻薄之徒 多谢姑娘夸奖 姑娘 手法不简单哪 那 今天少爷我 就陪你玩玩 少废话 开金 姑娘 小心点 放手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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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你想干什么 姑娘 赶快把信交出来 汤桃男子汉 竟然这样欺负一个弱小女子 算什么本事 哪儿来的野小子 敢来蹚这趟浑水 也不看看你自己吃个什么东西 住口 我不但来蹚这浑水 还要杀光你们这些安努山的糟狗 你找死 你傻小子 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别停了啦 快走 我为什么要走 这些安努山的糟狗 谁不想杀而快之 谁都别想走 快把东西交出来 快把东西交出来 三唱 一唱 一唱 五唱 请问 外面的可是合间剑客 段柜张段大侠 不敢 段某已经绝技江湖二十多年 今日你我在此相见 既是有缘 不过段某有一事相求 不知公子是否答应 段大侠 你是想让我放了 这两个人吗 正是 段大侠名满天下 按说前辈有所请求 晚辈是不敢不从 不过可否请前辈先现身 一来让晚辈见见金面 二来也好向前辈讨教几招 看来段某今天是非出手不可了 正是 段大侠 把书信带走 事关重大 公公 跟我走 喂 快点 喂 你等什么呢 我来这里是找我姑父的 和金金可段柜张是你的姑父 是啊 刚才那个人不是段柜张 你怎么知道 我们先离开这儿再说 我 我跟哈盘 中 Ha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那好 你我就此别过 等等 你还没告诉我 为什么那个人他不是我辜负段奎章啊 从刚才那个人发暗器的手法就可以看出来 来人的功力还不如王龙克 怎么可能是段大侠 那你还把那个什么书信给他 假的 只不过是调虎离山之计罢了 什么 所以你明明知道那个人武功不如王龙克 却还要调王龙克去追他 你这不是置于死地吗 那个人虽然武功不高 但却比你聪明一百倍 他既然知道冒充段大侠 下注王龙克一时 也必然可以脱身 用不着你替他担心 人家好歹救了我们 我可不是不挣好歹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挣好歹了 你是不是觉得出手救了我 我就应该一直感谢你啊 不敢 早知道姑娘这么好本事 我当初就不敢冒人出手了 你知道就好 阿拉 阿拉 义父 前辈 姑娘 你的信 刚才是你假扮姑父啊 是啊 那个人的武功高强 我又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 我只好装扮你姑父来吓吓他了 王龙克是阿露山的仗下走狗 算是第一高手了 帮他统领那些武林败类 也帮阿露山做一些 不方便出面的事 那就对了 那这封书信 就是阿露山想要的东西吧 假的 他不过是利用你 避开王龙克 多谢前辈相助 刚才使出无奈 望前辈见谅 不过这封真正的书信 事关重大 所以我不便告诉前辈 来龙去脉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那好 就此别逛 后会有期 好 后会有期 这 这 没有礼貌 就算书下内容不能说 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能说嘛 驾 臭小子 不是看上人家了吧 我怎么可能看上他 我是看不惯他那副张狂的样子 谁要你自作主张 出手救人家 看见没有 人家根本就不领情 小子 我可告诉你啊 你不好再给我节外生枝 你是知道的 山寨上下几百口人 都等着咱们接你姑父回去呢 是 咱们这就走 去找姑父 嗯 哎 义父 你的鞋呢 哦 鞋呀 哈哈哈哈 送给那个叫王龙客的了 哈哈哈哈 那我们走吧 出发的时候 怎么交代你们呢 姑子吩咐 发现目标不可轻急妄动 结果呢 你是怎么做的 轻急妄动 放走了对手 应该怎么处罚呢 公子 属下下次再也不敢了 下次 没有下次了 公子 这就是不听号令的下场 知道吗 是 是 王龙客 参见王印 起来吧 王爷 东西拿到了吗 禀王爷 在下在金明镇设下了埋伏 等待郭子仪的密室 我不要听你的过程 你只告诉我东西拿到还是没拿到 没有 你怎么会没拿到呢 禀王爷 小人本来已经快拿到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已经很久不在江湖上 露面的河间剑客 剁桂章 突然出现 段桂章 他还活着 段桂章武功高强 从信尸手上夺走了那封信 你要是对付不了段桂章 那我就请杨先生出马帮忙了 此事暂不需要杨先生出马 请王爷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定会找到剁桂章 夺回那封信 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拿不到东西 就提着你的脑袋来见我 是 我要的不光是那封信 还有段桂章 是 请王爷放心 我一定会将段桂章和那封信 一并交到王爷手上 来人哪 王爷有何吩咐 找一些能带写书信的人 要找那些能模仿别人字迹的人 是 王爷要多少人 越多越好 好 小子 前面不远 就该到你姑姑家了 义父 姑父当年是不是威名远播呀 今天那个王龙克 见到姑父的暗器都吓了一跳 那是 二十年前段规章 哪可是何间剑客 遵剑法 天下无双啊 纵横天下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那他为什么突然退出江湖 隐居到这里来了 这说起来 跟你这小子有关哪 但是他不让我告诉你 跟我有关 义父 这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不是跟我亲生父母有关哪 反正一会儿见到你姑父了 你去问他好了 我这是迫不及得要见到姑父 跟他问个明白 我跟你讲 你姑父如果不想告诉你 你可千万别逼他 你可别忘了 咱们千里迢迢来这儿的目的 那就是要请你姑父出山 帮助咱们解救飞虎山 我知道了 这小子真是猴急啊 等等我 义父你快点 等约 等约 不约 学而实习之 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 不亦悟 不亦悟 教授先生 我请问你 段归章段大侠 是不是住在这里啊 段大侠我没听说过 段归章嘛我倒是认识 那段归章家前面还有多远啊 不远 一百拐杖 一百拐杖 你们这里说路程不是论理的呀 多少里路啊 论理 论理你就该下马问路 不懂礼貌 该打一百拐杖 好好好 好好好 算我不对 那教授先生 那个请问一下 段归章家怎么走 向前走第三家就是 多谢先生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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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义父 你这个混小子 跑这么快干什么 到头来还不是得等我呀 归章啊 我看了 老板 你什么时候 你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 要怎么做 我 你什么时候 你呢 你会认识 你什么时候 你 你这个时候 我认识 你都不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小地方不错呀 坐 二哥坐 谁呀 现天会章 他们这怕是有十几年没见了吧 是啊 二十年前 我把摩勒送上山 后来只见过一面 这一晃有十几年了 二哥 这次突然上门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当着我亲妹子的面 我就不说客气话了 贵账 我这次来 是想请你们出山帮忙的 二哥 你不是北方陆林领袖吗 谁还敢跟飞虎山过不去啊 哎呀 别提了 上个月来了一个叫 晶晶儿的前来拜山 语言之间很不客气 叫我让出山寨 那我当然不肯了 那他就约我跟他比武 哎呀 结果呢 你二哥既不如人呐 被人打败了 这个晶晶儿的武功 有这么厉害吗 哎呀 他有跟我约定 一个月以后再次比武 要是我输给他 我就得把我这个山寨 让给他 贵账啊 现在只有你才能对付晶晶儿了 那你没有去请韩战吗 哎呀 我派人去了 可是呢 我怕他还邀请别的高手 前来助权 所以呢 只有你去 才能万无一失 要不然 二哥这几十年的基业 就要毁于一旦了 二哥 你不要着急 贵账 你倒是说句话呀 二哥 二十年前 我把摩勒送上山 多蒙你收留摩勒 这份养育之情 贵账 一直记在心里 但是这件事情 恐怕 我无法相助 姑父 你要是不触手相助 这废虎山可就真的保不住了 这废虎山可就真的保不住了 保不住 咱就不保了 二哥 你那废虎山数大招风 就算今天打走一个晶晶儿 说不定明天又来一个叫冥冥儿的 你年纪不轻了 经不起这么折腾了 二哥 这废虎山寨几百口人 上上下下男女老少来求你 求你出手相助吧 二哥 贵账 你就帮帮二哥吧 我好不容易清静这二十年 实在是 不想再涉足这江湖恩怨 贵账 义父 我们回去 不要再求他 现在的姑父 已经不是二十年前那个 合金剑客断规章了 现在的他 就是一个只求到自己安稳的落魄书上 住嘴 不许跟姑父这样讲话 难道我说的不对啊 义父 我们回去 大不了我跟那个晶晶儿 拼了这条性命就是了 我就算死了 也不会把山寨攻守让人的 哎 妈了 哎呀 你看这孩子 好 我也告辞了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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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章 二哥是我的亲哥哥 飞虎山就是我的娘家 难道你真的忍心 看着飞虎山 露入那个晶晶儿之手吗 姐娘 你说这晶晶儿 会是什么来历 我不知道 我也不管 只要打败了他 他就得乖乖地回家 晶晶儿敢只身挑战飞虎山 绝不是那么简单 背后肯定有人支持 什么人要跟飞虎山过不去呢 我问你 飞虎山的旁边是哪里 范阳 正是 范阳 是安禄山的老巢 安禄山一直野心勃勃 现在他的手上握有重兵 天下兵马有三分之一都在他的手上 他跟宰相和太子又不合 安禄山迟早要反 那这跟 飞虎山又有什么关系呢 安禄山若是造反 当务之急一定要占领飞虎山 因为飞虎山 就在范阳肘叶之间 可以被当作进攻范阳的大本营 所以我想 这个晶晶儿 很可能是安禄山派去的 他要拔掉飞虎山这个眼中的 安禄山这个奸贼 我们跟安禄山仇身四海 如果我们贸然出手 安贼知道了 肯定会大力进攻飞虎山 说不定会将事情越闹越大 更加难以收拾 那你就不管了吗 我怎么可能不管呢 我只是不公开露面 现在就去收拾收拾 我们马上都睡 先调查清楚 这个晶晶儿的背景和目的 看准时机 再出手帮助二哥 我就知道 你不会见死不救的 那你为何让他失望而走呢 二哥喜欢喝酒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万一酒后失言 再加上摩勒性子又这么冲动 要把计划透露出去 安贼知道了就会严加防范 我明白了 那我去送送二哥 哎 哎 谢娘 不要说相助之事啊 我知道 没想到姑父也太不进情理了 真是不把我们当成亲人看待 哎呀 你姑父可能有他的难处 哎 可是只有他能够救得了肺虎山吗 哎呀 我叫你不要说 你就别说了 二哥 姑姑你怎么来了 谢娘 你也不必去为难规章 哎生死有命 山寨里的事情 哎 我们自己解决 那你有什么办法 大不了山寨 我们不要了吧 二哥 是这样子 那可太好了 特别走漏了风声 不会的 毛浪 咱们走 那我们走了 姑姑 后会有期啊 贵长说得没错 二哥真是沉不住气 来 新娘 回去吧 大风飘 云飞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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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什么飞羊不飞羊的了 义父 临去的时候 姑姑跟你说了什么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啊 你快告诉我呀 哎呀 我不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哎 他是不是帮你找他救兵了 哎哎rai 差不多吧 哈哈哈哈哈 义父 当年是那个邓贵章送我上山的 你这混小子 怎么着 人家不帮忙 你就连功夫都不叫了 哼 你姑父是最疼你的了 他跟你爹爹是结义兄弟 他对你是最好的 当年万军从众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没有救 却把你救了出来 我老你知道 你姑姑为什么见了你就哭吗 因为他一看见你 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 到底怎么回事啊 义父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跟我说啊 哎呀我 哎呀算了算了啊 还是等着你姑父来告诉你啊 哼 等到那天我把你灌醉了 我就不相信问不出来 呜 看不出来啊 你小子还挺狡猾的嘛 啊 二哥 姑父 莫勒 二哥 谢娘呢 哎 他早回去了 没有啊 马回来了 可是人没有在啊 啊 刚才我跟现娘就在这儿分的手啊 他在这里跟人打斗过 这不是我的笔吗 怎么会在这里啊 哎 这支笔是我用来下王龙克的 王龙克是谁啊 他是安禄山的手下 他 王龙克 万龙克 看看他们超起的怎么样 是 看看他们超起的怎么样 是 王爷 我看看 这张是哪位先生写的 禀王爷 是老朽写的 来人 在 把他的右手砍了 王爷 为什么要斩老朽的右手啊 让你照抄你就照抄 谁让你自作主张 给改正的 你这一改就不像本王写的信了 王爷 饶命啊 王爷 王爷 饶命啊 王爷 走 王爷 今日进城去看贵妃娘娘和皇上的礼物 再清点一遍 是 王龙克求见 传 王龙克 这是什么人哪 令王爷 这就是段贵妆的夫人 段夫人 哦 段夫人 好 很好 段夫人 您还记得我吗 段先生一向可好啊 啊 王爷 和尖剑剑客段贵妆 号称剑法天下第一 这个人不好对付 现在 我们抓到了她的夫人 这样捉拿段贵妆 夺回那封信 可就容易多了 嗯 好 只要拿到那封信 是 至于段贵妆 我不要活的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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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